大家好,我是安东尼 又来到快乐的周末啦 毕竟呢,25号刚刚又更新了新的活动 但虽然呢,是有点复杂,但是其实还好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特价商店 这些商店呢,只售卖到11月8号就截止咯 这个集点供奉带呢,就看个人 我呢,不是很鼓励各位购买 因为呢,开到的烤鸡蒸鱼,看得到但是又吃不到 不是啦,是用来攻击给军团的神兽剂 如果你的军团还没有开取神兽剂就不能供奉了 其实呢,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获得这些 待会再告诉大家 好,这个装备进阶素材箱呢,我觉得好贵哦 2500元宝,还是我是个穷逼呢 对啦,一定是啦 还是不建议买吧 这次的活动,开南瓜宝箱也有机率获得 好,接下来就是水铃丹,火铃丹 这些虽然比较稀有,但是还是不鼓励购买吧 加上进阶修炼提升机率活动刚结束了 各位元宝请收好 待会再告诉各位花在哪里会比较值得 好,包括这个一品护新单 除非你的元宝真的很多就买吧 这个500体力包子呢,一定要买 每次请准备800元宝购买哦 待会告诉大家为什么要购买 好,因为一天只能购买两次而已哦 哇,天上雪莲堂原来这么贵的 不放价钱还好,一放就吓死人了 哇,六星的玉石毅力也要千五元宝 不好意思啊,我最近看到这些价钱反应特别大 是因为我是无课金玩家 所以有些些反应都算正常的了咯 好,这个银币四倍卷轴可以考虑购买哦 因为这次的活动需要用到很多的银币 好,接下来的物品我就带过吧 这个突破卷呢,真的有点贵哦 而且又不是一丁抽中你要的金武将 有些称号任务需要完成综合玉石和转换 需要的话就买吧 但是不是这次活动的主要任务 就带过吧 这次活动呢,有几率获得神时代 这个价值6000元宝就免了吧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活动商店 这个取验箱一号呢,一定要全买哦 因为有几率获得杰克南瓜 虽然获得这南瓜几率很低 但是杰克南瓜可以换取很多高档的物品 不够银币的话呢,可以刷光卡哦 接下来就是祈愿箱二号 这个也是需要全部换哦 导弹堂呢,很多方式可以获得 待会再告诉各位 接下来的商品都需要杰克南瓜来交换 目前呢,要获得杰克南瓜呢 只有呢,购买祈愿箱一号和二号而已哦 就没有其他的方法了 能交换的物品真的非常丰富 一旦拿到杰克南瓜,首先要交换什么呢 就是这个三星寿命金的 只能换两粒哦 第二个我会考虑换的是七级星魂 七级星魂呢,目前呢,还是算稀有的 要播澳洲的,可以尝试看看哦 好,接下来的商品就看各位的需求吧 但是第三个我会考虑换的就是这个攻防六级星魂 接下来有缺这些武将时装都可以考虑换哦 好,顺便提一下这次的活动 收集满三种时装也会获得奖励哦 接下来呢,这些韵铁也不会刻意用杰克南瓜换这些吧 因为杰克南瓜开中的几率真的超低的 好,接下来就是坑迎币的时候啦 这万圣节宝箱里面的物品真的蛮丰富哦 给我的话呢,我可以全部购买 目前要获得这些宝箱只有两种方法 一呢,就是在这里购买 二就是完成日常的物 待会呢,再告诉各位 元宝很多的朋友的话呢,可以考虑用元宝购买哦 至于用300导弹堂交换的话呢 就暂时不推荐 别忘了每天需要准备900个导弹堂呢 来交换祈愿箱二号 接下来的物品呢 就是要用导弹堂交换的 但是导弹堂收集到的真的并不多 所以要换呢,也很谨慎 推荐换的就是玄关含铁 还有就是六星戒指 攻击力金的 如果还插攻击力戒指的话呢 可以考虑换哦 接下来就是上一届活动还没结束哦 这些商品呢,还可以交换直到31号戒指 别忘了还在跟进这个活动呢 一定要购买这个徽章 最近的活动真的花很多银币呢 接下来要提醒的是 每日任务尽量全部完成哦 因为呢,可以获得银南瓜宝箱 其实呢,要完成全部任务,并不难的 我这里呢,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是给各位信心的 我可以,你们也可以的 好啦,南瓜熟了,我先收南瓜 每日的宝箱也会获得导弹堂 好,接下来就是要开这个银色南瓜宝箱 这个金蝙蝠钥匙呢 就不用担心它会不够 因为呢,真的蛮容易取得的 后面也会多到爆 我觉得每次的新活动都很惊喜 而不是这个钥匙多呢 就是那个箱子多啊 好,首先开我这个银南瓜宝箱 如果开到万圣洁宝箱就是好事 只能说呢,几率真的好低哦 不过呢,我们不可以降的 人生总是会有希望嘛 好,这是刚用银币购买的万圣洁宝箱 好,先一个一个开吧 再会有惊喜连连 要配合万圣洁的气氛嘛 哇,中了,银币最缺就是你了 哇,几率获得导弹堂还是有力 好,别忘了有了导弹堂 一定要全部换这个二号的宝箱 其实呢,投资这些企业箱呢 还有几率拿回一半的本 但是如果获得捷克南瓜你就赚到了 有买就希望吧 啊,不要误会啊 我不是叫你们买4D啊 好,还可以交换最后一个箱子 距离真的那么低吗 是的 好,这里还有一个新的活动 需要各位留意的 就是完全整幅 11月15号戒指日期 就有20天的时间内要完成 需要完成新增的副本 幻境诺战 每天可以完成两次 基本上呢,领取奖励并不难 这个就有点夸张啦 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40次代表每天的通关都要达到A级的成绩 这个呢,我一看就放弃了 好,再看一下第二个任务 好,要完成这些任务呢 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呢,抽到了捷克南瓜 第一个要换的就是金元兽了 至于中间和右边的任务呢 就是要带着你的元兽去刷关卡 提升等级就可以领取了 所以呢,为什么包子要全买 就是这个原因了 接下来就是任务3 实际不断完全整幅 只要呢,完成奇门盾甲 五道门就可以领取了 好,左边和中间的任务应该不难 右边的这个就比较有挑战性 条件是呢,获得静心净利称号 好,我们来研究一下称号 先看一下静心净利称号的条件 需要获得圣经百战称号和探索380次 20天内呢,要探索380次 每次需要探索19次 oh my god 然后再看一下圣经百战称号 简单来说呢 需要每天刷163场的关卡和挖矿7次 要20天内获得这个称号 真的要每天勤劳上线了 对呢,要赢取这个神石奖励 就需要完成刚才的任务咯 好,接下来呢 有些地方可以获得导弹堂 每天登陆就可以获得一些了 还有呢,军堂间线每一天都可以领取咯 这里呢,一共可以获得60个导弹堂 好,这里呢,其中一个方法也可以换取烤鸡蒸鱼 又不用特地花园宝购买哦 这里的宝箱也可以获得2把金蝙蝠药石 还有呢,完成军团的副本 也可以获得一些导弹堂 这个神兽技呢,就需要团长不团长开取才能供奉 暂时呢,团长还没有开取,所以我不能供奉哦 如果我是团长的话,我也不会每天开取的 因为呢,刚开始团业的供奉品也不多 需要24小时内供奉5500结棒 真的需要团队大家的配合才能拿到奖励哦 而且呢,奖励也不怎么样 除了神兽的话呢,其他的也不怎么感兴趣呢 好啦,这些都是需要共同才能得到结伴分数才能换取哦 好,这里呢,新增了新的副本 幻境落战 每天呢,都可以试练两次而已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积分三变 我看完过后呢,只对境界突破时比较感兴趣 好,试完一轮好了 好,等我搞清楚了这个副本,再制作下个视频 还没订阅我的朋友呢,可以订阅我哦 我们一起交流 好,这里呢,有很多幻境的状态 简单来说呢,都是对我们不利的 对我们一起交流 哇,外面准备好就中毒血一般咯 哇,外面准备好就中毒血一般咯 成绩拿到吸眼镜王可以吃鸡油 还有剩下免费最后一场 就现在如果还想进入的话就要看元宝了 如果想当前换镜可以免费换镜传送一次 我看到这只老虎就一种不好的预感了 走到上山打老虎的话什么呢 好 这副副本真的好难 你的装备需要配搭绝对伤害才行 等我拿到成绩A的时候再制作副本的视频吧 再看看还有什么更新的 还有奇门盾甲也开放了第五道门了 完成第四和第五道门的奖励也会增加了 当然难度也增加了 完成第四第五道门还可以获得一些金钥匙和导弹堂 原物场每场胜利也会获得一个导弹堂 还有就是武斗场四人的 如果获得500积分也可以获得5个金钥匙 只能说这次活动的钥匙多到爆 四人的独斗场开放时间是8点半到9点半 还有公关奖战这里也会获得导弹堂 记得每天要完成哦 好啦这就是万圣节道具获得的方法 就让各位参考吧 我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啦 希望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大家 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按订阅哦 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